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能帮嘉丽找找糖果吗 小马特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你想办成巡逻队帮小嘉丽找糖果呀 这个点子不错 小赫克托 你想怎么做 你要飞到游乐场上面找找呀 真棒 你有看到什么吗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别担心 宝贝巡逻队一定会帮助你找回糖果的 小赫克托 你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什么 看来我们找到线索了 应该是有人偷吃了糖果 小嘉丽 别担心 我们会找出是谁偷吃糖果的 小马特 这里有好多糖果包装纸啊 看来偷吃糖果的人肯定在爬梯上面 你准备进去看看谁在里面吗 原来是这样 你觉得他们肯定藏在里面 所以你想让他们出来 小本 小莉莉 是你们拿了小嘉丽的糖果吗 嗯 小马特觉得就是你们拿的 她顺着糖果包装纸找到了这里 而且我们还能看到你们脸上的巧克力渣 看来确实是因为你们很想吃这些糖果啊 你们应该忍一下 因为小嘉丽把糖果带来就是想分给大家一起吃的 还有糖果剩下吗 宝贝们 谢谢你们 不过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去找小嘉丽 告诉她你们拿了她的糖果 并且跟她道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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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本 小莉莉 你们是不是有些话要对小嘉丽说 啊 不是 这样才对 现在嘉丽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糖果和巧克力了 不过我觉得小本和小莉莉 你先把脸上的巧克力擦干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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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擦干净了 这样好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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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宝贝巡逻队干得漂亮 我们找到了丢失的糖果 你们的父母一定为此骄傲 小本 小莉莉 快吃吧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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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本 小莉莉 快吃吧 下次在吃别人东西之前 一定要先得得到别人的允许 宝贝们 下次见吧 嗨 宝贝们 你们没事吧 嗯 哎呀 因为天气太热了 所以你们都有点担心对方 小安博 你能帮帮宝贝们吗 嗯 哦 我明白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降降数的 嗯 嗯 嗯 茶莉 这个点子不错 你们可以搭一个遮阳棚 在里面乘凉 嗯 嗯 嗯 小茶莉 你是不是想用那些材料 搭遮阳棚呀 嗯 嗯 要不要请人来帮你打个孔 嗯 嗯 小汤姆和小弗兰克可以来帮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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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可以降数的方法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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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弗兰克 你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现在需要大家沿着栏杆排队站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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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告诉大家你要做什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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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查理准备好继续搭遮阳棚了吗 嗯 嗯 嗯 小查理 你有没有把遮阳棚的支撑杆安装得坚实一点 你真棒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哎呀 现在要怎么做呢 查理 小安博有绳子 他应该可以用绳子把遮阳棚系紧 小安博 太好了 你做得真棒 小查理 谢谢你搭起了遮阳棚 遮阳棚正好够你们所有人避暑药 不过现在还是很热吗 大家有没有其他消暑的方法 小查理 这个点子好像不错哦 有没有人想吃冰棍 小查理 看来要麻烦你给每个人都来跟冰棍了 小安博 你觉不觉得大家现在都感觉好多了 小汤姆 你也想了一个点子 你要去下你爸爸的车库 好的 小汤姆 我们很期待你会带什么回来 小汤姆 你带了什么回来 小汤姆 你带了什么回来 小汤姆 那是充气泳池吗 小汤姆 你做得真棒 小布兰克 还要谢谢你 这样大家就可以凉快一下啦 现在大家都不再觉得热辣 真棒 下次见 小汤姆 你在做什么呢 小汤姆 快停下 你把这里弄得一团糟啊 你觉得捣乱很好玩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知道还有谁也不这么认为吗 你的老师 小汤姆 这样真的很没有素质 乱扔东西 尤其是在与他人共享的空间 乱扔东西 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好了 宝贝们 该回家了 不 小汤姆 除了你以外 没错 小汤姆 你底留下来 把这里收拾干净 小汤姆 你闯的祸 你自己收拾 这样才对 如果你想按时回家吃晚饭的话 你的速度可得再快点了 小汤姆 很抱歉 我觉得他们并不想帮你一起收拾 毕竟收拾打扫是很累的 小汤姆 你在想什么鬼点子啊 哇 就差一点啊 这样就像在玩游戏 小莉莉也能一起玩吗 小汤姆 别这样 带上它一起玩吧 小汤姆 你真好 小莉莉 头得漂亮 小汤姆 你想一起玩吗 小富兰克 你也想一起玩吗 小富兰克 没关系 要不要再投一个 小汤姆 你也想起来玩吗 小富兰克 你真棒 小富兰克 轮到你了 小汤姆 你要去哪里啊 你要把这里收拾干净 什么 什么 小莉莉和小富兰克在帮你收拾了 哦 看来是的呢 嘿 你骗了他们 让他们以为是在玩游戏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厚道 但这的确是个很聪明的办法 小汤姆 怎么了 你也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那不如你回去帮他们一起玩吧 看来他们快要结束了 有这么多帮手 速度就快了很多 最后一球 你想让小汤姆童吗 小莉莉 你真是她贴心的好朋友 哇 你成功了 不过我们还得把这些盒子推到墙边去 你们要比赛吗 小汤姆 这个点子很好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快 快快快 小富兰克你真棒 现在盒子都放好了 游乐场也收拾干净了 大家合作得很好 该回家吃晚饭了 回去的路上可别再闯祸了 早上好 今天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是吗 你们今天准备好好学习 小赫赫托 可以告诉我你在学什么吗 哦 我知道了 它们都是红色的 相同的颜色要放在一起 你能不能把相同形状的积木也放在一起 宝贝们 真棒 你们考试肯定没问题 小弗朗西斯 轮到你了 你能把相同的颜色或形状搭配在一起吗 嗯 不对 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都不一样哦 小弗朗西斯 怎么了 你要去哪儿 查理 赫克托 你们要去哪儿呀 哦 我知道了 你们要去找小弗朗西斯 这个主意不错 它现在应该很需要朋友的安慰 小弗朗西斯去哪儿了 你想去游乐场找找看 你从天空中应该能找到它 啊哈 它在这儿呢 弗朗西斯 别哭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呀 要考试了 所以你很紧张 查理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你们想帮助弗朗西斯一起复习 这个点子太棒了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什么颜色 红色 答对了 好了 查理 轮到你了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 这些呢 是什么颜色 黑色 你真棒 好 赫克托 现在来练习辨认形状吧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 你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形状吗 答对了 是长方形 弗朗西斯 你在游乐场上还能找出其他长方形的东西吗 没错 桌面是长方形的 你真聪明 弗朗西斯 这是最后一题 你能再找出任意两个相同形状的东西吗 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 你真棒 这是什么形状 三角形 答对了 好了 弗朗西斯 你现在有信心了吗 你准备好参加考试了吗 你一定能考好的 查理 赫克托 谢谢你们帮助弗朗西斯复习 好了 宝贝们 准备考试了 小查理 你先来 把相同的颜色放在一起 查理 你真棒 这些都是绿色 赫克托 下一个是你 请把相同的形状放在一起 赫克托 你真厉害 这些都是正方形 小弗朗西斯 轮到你了 你能找出和这个形状一样的图形吗 不行 小弗朗西斯 抱歉了 你不能在考试的时候寻求他人的帮助 你得自己完成哦 福朗西斯 你答对了 这两个都是原型 安博说所有人的考试都通过了 宝贝们 你们真棒 一份公养 一份收获 现在你们可以尽情去玩了 玩得开心 啊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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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